有许多台湾的旅客都心有余悸 其中呢这个旅客当中 还有一位是在成都考察的 乡邻建设董事长赖正义 他也直呼地震当时真的是太恐怖了 风尘仆仆下飞机 乡邻建设董事长赖正义 刚从发生地震四川回台 不仅飞机延误三四个小时不说 谈到地震发生当时 人在33楼他现在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 摇晃非常的大 有点类似我们的三号七吧 因为在第33层 所以老实讲蛮恐怖的 整个成都的看起来蛮紧张的 那整个城市好像大家都往外跑的感觉 感觉没有很久 可是有好几次的遗震 而且遗震都还蛮大的 我们在重舟成都的重舟 所以离这个镇央亚安的庐山 大概就100公里左右的地方 去四川尺都考察台商都感到很恐慌 不过经历汶川大地震的当地民众来台旅游 则是觉得还好 没有汶川那么厉害 我经历了汶川大地震无所谓 四川亚安大地震发生后 当地的机场关闭 加上电系交通受影响 往来飞机严重延误 原本下午6点40分飞往陈渡的班机 沿到了晚上10点半才起飞 旅客在后机室等到睡饭了 对四川旅游的行程 台湾民众纵使有点担心 但也不愿意取消旅游计划 就是很巧合 我们本来四年前也是要去 没有汽城 也是地震没有汽 我们这一次 刚刚今天开地震没有办法 你会都脚上去了 没有去 对 反正就是信任旅行社的领队吧 且战且走 由于四川亚安并不是主要的观光景点 台湾旅客在正后到四川 旅行之后告诉他们 行程稍微调整 影响幅度应该不太大 记者赖国宾桃原机场报道